整大一先生要防范什么 他说 过度热情的学姐一般都没安好戏 他说 跟钱有关的一切 他说 封后缝到活学长了 最近很多博主呢 都发了关于大学先生防骗方面的视频 什么都有 唯独没有人情上的防骗 女大学生被男友PUA最终自杀 大学生被老师引到买网课 结果被伤网贷 女大学生被学姐骗去澄清传销组织 还有各种因为室友引发的案件 这下都是切切实实的例子 千万不要觉得是小概率时间 我妹妹去年新生报道 当天就被引路的学姐骗了一千八 就差两百 没到两千的恋爱标准 追的绝可来 白点 趁现在大家还没有入学报道 老学姐我 今天就给你们说一说那些 你们绝对会遇到的 新生入学人情坑 感谢爱情的好姐妹咋要听 等被骗了再来看 来不及了 第一坑 老师 新生报道那几天 大学可以说是畅通无阻 什么人都可以进去 鱼龙混杂 这时候就会有些 别有用心的人混进去 到处寻找新生猎物 如果你接到自称是老师的电话 然后要你的身份证号还有银行卡号 直接挂断 然后报警 像出学金呢 只有学院表格和校园网两种申请图件 这种打电话的你要是信了 就直接调进人家的调理系统 看看这么多lis在这儿呢 到时候你能哭的地方都没有 那第二坑就是学姐和学长 你刚搬进宿舍的第一周啊 绝对会有学姐掏进口去你的宿舍敲门 要么是卖一些号称新生必备的小物件 要么是推荐你做兼职 卖东西的还好说啊 也就买个假货吃肉亏 再不就学姐卷钱跑了呗 我就遇到过 那兼职呢 可要谨慎谨慎再谨慎 记住啊 只要是要你交钱的兼职 不管他吹得多么天花烂准 都是骗人的 骗人的 骗人的 另外呢 情窦初开的年假 难免会对温柔帅气体贴的学长 有那么一丢丢的憧憬和向往 我大学啊 就有这么一个学长 身高一八八 五百貌美大长腿啊 我以为人家想吊我 结果不是拉着我办电话卡 就是这个讲座打了卡 那个活动串个厂的 纯程工具人啊 我室友那个亲亲学长 干脆同事谈了两个学位 拜着人家当了半年的鱼 我建议你们啊 都去看看直男不是直男 这个博主 从男生角度 给你分析渣男的行为心理 我怕我会伤害你 我肯定会伤害你的 而且这个伤害马上就会来了 咱们首先要自己保持清醒 才能遇到真命天子 最后一坑 那就是室友了 你以为室友一家亲 实际上六个人能组八个群 你以为你和人家是好姐妹 实际上屁大小事都能演成甄嬛传 你以为你们好到穿一条裤子啊 实际上人家只是觉得你好说话 听实话 就拿我大学举例啊 毕业丧伙饭都能分成两顿吃 每次去的人还不一样 不过室友关系这个说起来比较长 尤其是女生宿舍 我把宿舍关系公式 用文字版先整理出来了 标红的地方需要格外注意 我后面会单独出一期视频 给大家好好说到说到 以上都是我的经验之谈啊 虽然咱粉丝不多 但是一个都不能被抠 记得我下一期的室友关系专栏哦 再见